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曾禽然 酒不來 是去了白無 溫暖的愛 無依無患 流浪照不斷 是誰有告罪 是不是誰有告罪 是誰有告罪 是誰有告罪 嘿 跳出口罪 我和妳跳到菜湯也是一樣的 那哪有一定呢 拜託 我跟你說 我黏著要出文了 紅黏的 讓我名字就自由了 是什麼事 你說給我聽說 最有名的 超級紅人榜的朱麒麟 余美人 余美人 她說我的身材很好 要給我寫真集 我聽說余美人都藥養生 當時吃小鮮肉 我不知道 她的請求沒蓋我這種小鮮肉 看著我都藥養生 看著我都藥養 看著我都藥養 你說也對 是啊 紅黏的 聽說妳最近也有好消息了 最紅豆 最飄飄 枕子紅 很暈 喔 妳拿一萬塊 來給我孫生 如果孫生喔 她說 啊 我的身材 把我的肝心 是比台灣去江蕙姐 看好 所以她說 她讓我變成一個 越南江蕙啦 妳說 阿善啦 我們要出運了啦 陳子儂 陳子儂 總是沒差錢喔 妳也這樣說 人家很好 我跟妳說 人家是台灣的江蕙 妳是外人的 妳不要這樣交蕙 沒關係啦 我們前後妳有找到好對象 我也有好對象 我們兩個要注意我 好 看妳的頭啦 我帶兩個還沒想 阿善啦 阿善妳 是發生什麼事 站好啦 好啦 說到妳兩個 好 其實大隻身 好 人家都換精神 妳的人 就跟妳的名字一樣 紅燕 妳要看 什麼紅燕 我告訴妳 妳怎麼跟她說一次 最初有名的余美人 為什麼 她給我一萬塊 要給我熟心 說要給我出學生 什麼啊 余美人拿一萬塊 要給妳熟心 她如果說不出口 她才不知道 妳喔 讓我這樣 紅紅黏黏黏 我怎麼練 練成這樣 既然她出一萬塊 余美人 妳是不是知道現在不煮在普通 對嗎 現在電面中 妳怎麼會輸來的普通 一直在起床 四萬塊 妳要說來出嘴 我知道她的美人很好 對 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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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宏 她說她拿一萬塊 妳給我熟心 然後她給我拿出手 等一下 妳冷靜 陳志宏老師 妳今天開始看我們科技 我都給妳出 我覺得妳眼睛有問題 欸 我吃得這麼大 吃得五十幾歲 第一次跟外男的完結 就是這樣 第一次跟外男的完結 妳剛才在說什麼 陳志宏老師拿一萬塊 要不要小心 她說什麼 妳是怎樣 外男的江會 因為台灣的江會 已經放在那裡 我外男 越南來 唱歌 對不對 對 我跟妳說 她說要怎麼跟妳出唱片 妳先出事 再說 我跟妳說 這件事 我沒有同意 如果沒有十萬塊 想就不用說 等一下 阿姨 你哪裡人的江湖 不是 我這個人家都沒有十萬塊 沒有十萬塊 不然妳幫我兩個 配一個好對象好不好 來來 我跟妳配一下 頭前那位 好不好 妳說她的腳踩在後面 有十二度的光明 那不是好電機的 詹雅雯老師 我跟妳配給她 她的中心台書就交代給她 雅雯老師喔 對啊 我沒有愛啦 阿姨阿姨 妳還陷入人嗎 妳陷入人嗎 不是啦 那雅雯老師 是很主婢的人 是啊 她平常如果沒有了 就跑去便宜一樣 洗牆褲 對啊 不然她把獨居老人去家 阿姨也幫妳洗大體 我沒有愛 阿姨阿姨 阿姨阿姨很累 我沒有愛 什麼在累 妳不用了 我用心量康 她就是常常在做線書 阿姨 妳來過往 小姐有下臉主要 阿姨 阿姨 我呢 妳說我呢 妳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說 對啦 怎麼會這樣說不定 我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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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常德老師 妳怎麼會這樣 阿姨我沒了 妳沒了 許常德老師 老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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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這樣 妳說我都會這樣 好 我說學常德老師真讚 妳如果跟她當中 老的老婆 年輕人比較重 妳一定會這樣 好 再這樣看 再這樣看 再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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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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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 我唱 小光 有兩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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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 cheated 是去了幸福 未完的愛 不知不覺 傷心老百世 我念想愛 所以不定義 我會為你 真正愛 不知不覺 笑聲 春舞 紅臺 十萬塊 十萬塊 加油 不要想我有朋友 我剛才在那裡小董 你不要這樣 我今天就中董 你兩三號 歡迎秀慧姐 好精采喔 太精采了 嗨爆了 嗨翻了 秀慧姐真的是大駕光臨 我怎麼請到你這尊來 實在等這麼久 我開播十二年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台灣的舞台 真的 這怎麼有可能叫我 我剛才唱第一句 有別人擔心 沒有啦 沒擔心 像我老師聊天氣派他 來來來 這個時間交給大家 來 我真的很為難 我們首先先請雅雯老師 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笑了 已經很久了 那我必須講說 好凱陽 凱陽跟美琳 你們兩個沒有話講 唱功啦 扮相啦 什麼都很好 什麼都很漂亮 而且那個內容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注音台真的是很加分 然後凱陽你的扮相就是俊美 就是好看 就是有觀眾緣啦 但是到了秀慧姐這組的時候 我看到孟先生跟 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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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 你們兩個如果沒有秀慧姐來襯托 你們兩個會笑話 會只到一個點 但是秀慧姐一出來已經到天花瓣了 這個讓我覺得太佩服了 真的太精彩了 接下來就是要出一萬塊的梓洪老師 哎唷 擔當耶 我覺得秀慧姐 你怎麼 可以把他名字紅燕 都可以講成紅燕 你是怎麼想出來 紅燕 亂紅燕 亂紅燕 他自己說的啊 都要紅燕啦 對啊